正当车迷都将注意力摆在德国法兰克福车展发布的新车那时 香港本土原来也有注目的概念车到访 讲的就是Infinity的高性能仿跑车Project Black S 行入Infinity位于湾仔合和中心的陈列室 除了见到很多量产的靓车之外 还见到一部外形很有型的陈列品 它就是概念车Project Black S 既然是最高性能系列 外形当然要让人感觉到一份霸气 这部以同厂仿跑车Q60COPATROC基础概念车 车身上加入了不少立体强的整流细节 车尾有了一只大型的尾形 埋上抢镜之余 亦都可以令高速行驶当时更加稳定 除了外形注入F1元素 Project Black S最吸引的卖点 就是加入了发展至F1的混合动力系统 这一套系统令最大马力可以贴近500匹 We don't produce hybrid technology to minimize consumption but we produce hybrid technology to maximize performance already already in the current Q50 and Q70 hybrid but with this product obviously this concept will be even more extreme the hybrid technology will be developed purely to maximize performance and in a smart way but still to maximize performance of the car We start from the current 400hz power of the V6 twin turbo power train in the Q60 Red S and we plan to add at least 20-25% more power Project Black S的混合能源技术取材至雷洛F1 车队参赛车的双运能系统 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动力回收系统 这个系统简称ER-S 主要的作用是利用行车过程里面回收的动力 转化成电能之后再用来提升马力和扭力 加速的过程非常流畅之余 亦都有很明显的爆炸力 最吸引的是这一项技术过往从未出现过在量产车身上 想买这一部500匹F1技术高性能仿跑车? Sorry啦 厂方目前就还未定到生产日期 真是好喜欢的话 不妨先考虑外形差不多的Q60 车价大约是50万元起 采用2公升直四Turbo引擎 马力都有208匹 在香港的路面肯定够用的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车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支托并且点栏目 好有的 已然像中文字在列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既阵与点栏目 明镜的帮定多小小伙行 感谢观看